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電路的串連跟病連 C-Ray就是所謂的串連 Pairhouse是所謂的病連 那電路的串病連 我們三位已經講過了這個電容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有關於電阻的串病連 那電阻的串連的公式呢 它怎麼來的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假設我們把兩個電阻串連就是兩個這樣子接起來 病連就是上下排起來 那我們串連呢 假設把兩個電阻這樣串起來的話 那如果電流由左流到右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電位呢 是不是越往左邊越高 對不對 所以電位這邊比較高 這邊又比較高 好 所以呢 電流的方向呢 是從左流到右 就是從電阻這邊流過去這邊 那電場的方向呢 也是一樣 這樣 這邊是高 這邊是低 好 對於此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前面學過的歐姆電率 我知道 我們這個電位差 電位差 在這邊 在這邊 從最右邊這個點到最左邊這個點 電位差是多少呢 我們的V1 V1 就是這邊的電位差價 跟這邊的電位差價 跟V2 兩個加起來 那歐姆電率告訴我們 我們的這個V1 等於IR1 V2等於IR2 因為I都是一模一樣 因為電流沒有分支 它就是全部都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整個等效電路 就是IR EQ 好 那 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 電路是串連的話呢 那我的等效電路是R1加R2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那 假設我們有N個電路串在一起呢 那我的等效電路是R1加R2加R3E加RN 好 OK 好 那這個 所以呢 我們就等效電路呢 其實在串連的情況下 電阻呢 等效電阻是多少 就是所有的電阻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定連的電路 那這個定連電路呢 我們使用的是什麼 使用的是克希和夫的這個接點定率 那今天呢 我們要看的點呢 是哪些點呢 A點跟B點 A點跟B點 好 首先我進來電流 假設我電流流進來是I 總電流是I 那到這邊之後呢 I流進去 所以是正號 流進A點是正號 然後我往上走 往上走這個叫I1 往下走這個叫I2 所以呢 離開這個A點呢 它就是復號 所以I-I1-I0 因為我們的電流 應該說電流要守 或者是I0 I1-I2 這是第一個 好 那第二個 那我這樣子I流過去這邊之後呢 由歐古定律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告訴我們說 因為這裡有個電阻R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I2的值應該要等於什麼 等於這兩邊的電壓差 叫做V1 V1除散口的電阻值 R1 這邊呢 這邊也是一樣 我流過去這邊的 這個電阻值呢 對不對 流過去的電流值呢 要等於這兩邊的電壓差 V2-R2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A點跟B點之間的電壓差 應該怎麼樣 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這邊的V1 其實就是A點和B點 還是壓差嘛 這一點的V2 其實也是A點的B點 是壓差嘛 對不對 所以呢 V1跟V2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V1-V2-V 那因此呢 我們的等效電圖可以怎麼寫 我們的等效電圖 等效電圖 REQ Equilibrium的意思 當然是V3i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的等效電圖在這裡頭 V3i 那我們 跟這邊呢 把它結合在一起 好 那這邊的REQ 然後屬上V 就等於R1 V1加R2 V2 那因為V1 V2跟V呢 都一模一樣 上面都消掉了 所以最後得到等效電圖 就等於R1加R2 REQ分之1 等於R1分之1加R2分之1 所以 所以呢 電圖的並聯呢 是導數相加的 如果 所以呢 同樣情況 如果沒有N的電圖並聯的話呢 那我的等效電圖 所有的電圖 我們繼續把反數加在一起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當然我知道這個東西是很簡單 但是這裡頭有一個點 要跟各位同學講到的就是說 過去也許你們被這個歐姆定律 對不對 然後記得電圖的串聯怎麼算 並聯怎麼算 對不對 電圖可能還沒有交過 但是這裡頭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 我覺得啦 這個在國外 他們科學發展的 發展成蒼蠅 以及這個 他們的這個科學教育 做得比較好的一個點是什麼 你看喔 他們在發展這個電圖的串聯 一個並聯計算 是怎麼做的 第一個 他先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他先告訴你什麼 叫做歐姆定律 對不對 那歐姆定律其實是透過 實證上的一個定律來的 他去量一個電阻 電壓跟什麼 跟電流的關係嘛 對不對 他發現它是一個線性關係嘛 那這是一個實證告訴你一件事情 第二個 他們有這個科系和服定律 科系和服定律是什麼 科系和服定律 他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什麼 叫做電能 這個 我們的這個電盒要守門 你流入一個點 能流出一個點的電能數要守門 或者是我們電流守門 好 那他有這些基礎的這些知識 他才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在介紹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 第一個他都是有我們的定律嘛 對不對 第二個科系和服的這個界限定律嘛 對不對 他有這樣才告訴你說 我們電主呢 串連剛剛是誰相加 對不對 病年是倒數相加 那 所有的科學是經過 一步一步的什麼 分析 告訴你說 你的定律是什麼來的 這跟我們以前教你們 欸 這個就把背下來就對了 病年是倒數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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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連是誰相加 那電容剛好是反過啦 這個是嗨一樣的 所以 所以 我在跟同學講說 也許你們學這個 這個服務啊 對你們未來的幫助 也許不是那麼的大 因為未來還有專業的力學課程 但是 我是覺得說 你們看這個課本的時候 不要只看他的專業的公式 你要看人家的思路怎麼樣 這個思路的學習 絕對比你學這些公式來的好 因為這些公式可能你 這個 不要說到未來啦 你可能到暑假 你可能在全光光光的 希望你們帶走的是專業的能力 不是專業的知識 不只是專業的知識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題 來 這個範例 28-1 他要去算 在這裡頭的 這整個 電路長怎樣 他要去算什麼呢 這整個電路裡的等效 這整個等效電路 好吧 那看到這麼複雜的電路 要拆解電路對不對 因為第一步呢 一定是從他最深層的電路開始拆 那最深的電路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嗎 對不對 這裡接點最遠 對不對 好 那這邊呢 來 這是電阻的病連 病連就是倒數強加 那因此呢 在這裡頭3ohm6ohm 3分之1加6分之1 等於6分之2加6分之1 對不對 6分之2加6分之1 等於6分之3 倒數就是2 所以這裡是2 所以第一步 那2加4就是6 2加4就是6 好 那接下來呢 12分之1加6分之1 對不對 要倒數相加 所以12分之1加12分之2 給12分之3 12分之3的倒數就是4 所以這裡就是4ohm 接下來這裡就是4ohm 就不會了 這個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啦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範例呢 是28-2 他說啊 現在我有兩電阻 這兩電阻 那他分別 假設我今天如果說 我分別去把它接120V的這個 電動式的這個電壓的時候呢 他消耗功率分別是60W跟90W 好 那他要你去計算一件事情 假設我今天把這兩個 這兩個電阻 120V下面會發出60W跟90W 這兩個電阻呢 我們把它串連起來 串連起來 那在同樣120V的電動式下面 他會發他的功率的這個耗散呢 會是多少 所以要算這個呢 基本上我們要問就是 所有的功率的這個公式啦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的是P等於 R會是V0 對不對 因為有電子的功率嘛 那有電阻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重點是 我們不是要在 我們不是要算功率 我們是要有功率跟電壓的公式 能反過來看 我們的這個電阻值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 本來我們P可以寫成R分之V平方 那現在因為我們要求 先求出R嘛 所以R可以寫成V平方 除以P 那所以呢 對R1來說呢 我的V平方是120V平方 那我的功率是60W 所以我對出了電阻值240OV R1 那R2呢 同樣是8N90W 所以我們得出來的這個電阻值 就是160OV 一開始 好 那題路要問的是 就是把他串連起來 其實功率的消耗會是分別 會是怎麼樣呢 所以 假設我們今天把他串連的 這個Series就是我的串連 那今天我們把他串連的時候呢 我的電流應該是多少 電流應該是我的電壓差 對不對 然後下面是什麼 R1加R2 因為他是串連 然後加起來 所以R1加R2這樣串起來的時候呢 這就是400 這就是120 所以我們通過去的電腦 今天也才能賠 好 好啦 那所以呢 我們P1 這樣子的話 電阻E 他所消耗的功率是I等R 那I 我們知道0是0.3 因為串連的話 電流都一模一樣 是0.33 0.3 所以是多少 0.09 0.09 再乘上240 所以是21.6 那P2呢 同樣的方法去做計算 所以0.09 乘上16歐幅 等於14.4 所以我們把它串在一起的時候 本來兩個高瓦數 你把它串在一起的時候 它發出的功率 就變低了 就變低了 好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這都是很簡單的題目 好 再來 再來這個題目呢 就 這個題目其實有點有趣 什麼意思呢 這個呢 跟你們這個 手機的這個電池 其實有一點點 那麼 那麼一點點的關係 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看看這個題目 要問什麼 來 他說今天呢 我有一個這個 電動式的這個來源 那這個電動式的這個來源 他在 內部呢 他有一個 internal resistance 就是他內部的內電阻 叫做小R 那今天呢 假設我們外面的這個負載 就是大R 你把它接在一起的話 把它接在一起的話 就像這樣一樣 那 他想要算一件事情 如果電路長成這樣子的話 那 這個R值呢 應該要等於多少 會使得我這個電池的負載是最大的 好 好 那這個情況 乍看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 我們先看 好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電池 要輸出去做工 好 那 要輸出做工的時候呢 他 他的功率呢 應該要比什麼 P 那 在整個電路裡面 在整個電路裡面 我這裡有個小電路 內電子叫小R 這邊有個外電比較大 那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那 我的功率要怎麼去做計算 反正我電流 從電池流出來 一定要經過這兩電子 對不對 就是做工啊 是不是 就是 好 那如果要算這個做工 P等I0 或者是P等於什麼 R分之D平方 對不對 這個式子 這個式可能照樣不明白 P等於I0 R 也等於R分之D平方 那你當然可以寫成 寫EQ 等下的意思 或等於REQ 然後B 再成名詞REQ 對不對 我多給他一個EQ 然後 多處一個EQ 承他一個EQ 對來 就有點類似這個樣子 OK 好啦 啊 等一下喔 對 這樣改一下 sorry 然後這個改一下 我現在是I0 幫我EQ 那 裡頭呢 這裡有賣什麼 那應該是 我流過去的電流呢 應該是我的總電 總電動式 然後除上什麼呢 我的大R加小R 那 這個是真正流過去的電流 就在這個電路裡頭 我畫一下 這是小R 這是大R 這是小R 這是大R 大R 那我真正流過去的電流是多少呢 這是電 這是電 這是電池 那我真正流過去的電流是 因為我們歐姆電流 0 等於IR 所以我I等於R分之V 那我真正流過去的電流是多少 等於 我的電動式是一種 我的整個電阻呢 是R加小R 所以呢 這個式子 把它帶到裡頭去 就是這個的電量 所以再找那個R 剛剛那個 那個行錯了 好 那你知道你的這個整個功率 長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 他的題目問題是什麼 他說 我的R值啊 這R值啊 應該是多少時候 會使我的功率啊 複展會是最大的 那 怎麼去求這個問題呢 那這時候呢 就必須要用到 學過的微積分 好 那微積分有學過的技巧 要求一個東西的機質 要怎麼算 還記得嗎 要求一個東西的機質的話 你們微積分有沒有教過你 一個什麼技巧 要怎麼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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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關係,這樣已經很好了 我跟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為什麼叫倒數 就是說對他微分為0是他的極值 很簡單,換函數 這個函數叫f of x 這個變數叫x 那我應該在上面只能畫一條線 這樣子好了 好,首先,出現極值的地方 出現極限值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這樣說是在這裡 這裡有極限值,對不對? 這裡有極限值,對不對? 這個是在區域裡頭的極大 在這個區域裡頭的極大值,對不對? 這個是在這個區域裡頭的極小值,對不對? 那如果他是極值的話,有什麼特點呢? 知道嗎? 斜率等於0,對,沒錯 這個非常重要 斜率等於0,就是他的極值 這個地方 好了,我們怎麼定義斜率 斜率是什麼? 假設我們這個叫做y好了 什麼叫斜率? 斜率就是 這邊這個點啊,我圓的y方向變得這麼多 那圓的x方向呢,變得這麼多 這叫做datax 這叫做datay 這叫做datay 對不對? 斜率就是什麼? datay出上datax,對不對? 這叫斜率嘛 是不是? 那如果你的data很小的時候呢 就會顯得什麼? 比y,比x嘛 對不對? 好啦,那剛剛同學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這些極值的地方呢,斜率是等於0的 是不是? 所以呢,今天你要找一個函數的極值的話 是不是把他 唯分 對你的變數x做唯分 等於0的時候,他就是他的極值了 對不對? 那當然,進一步的問題是什麼? 那他是極大幅或是極小值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他是極大幅或是極小值 蛤? 求左邊的學歷都會不會覺得沒有錯 出發點是求他的左邊的學歷 你看他啊,誰啊 如果是左邊的學歷,右邊的學歷 你怎麼知道他是極大或是極小? 左邊,你所謂的左邊是正邊,對不對? 這叫左,這叫右,是不是? 好,你說左邊的學歷怎麼樣? 角度大幅或是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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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二十回歷 二十回歷,角度大幅或是極大 阿 OK 好的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的一次微分告訴你的,只是邪靈 對不對 那邪靈等於就是他 邪靈這樣慢慢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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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掉了 然後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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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變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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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知道 邪律這樣叫做正 邪律這樣叫負 這樣知道吧 知道吧 邪律是這樣子 是正值這樣負責 所以如果有正值 邪律正正正正 零負負負負負負負 對不對 現在如果你今天 把邪律當成第一個函數的話 邪律當成第一個函數的話 它的值會是怎麼樣 它的值會怎麼樣 它的值會這麼樣 的iod温運 最后對 那越來越小嘛 對不對 由正 ree更愈小也越來越小 以上像我剛才講的 由正變到副 就會是一個什麼 幾大值 或是對這個協議再做一次微分 那你現在沒有協議這個函數 等於說你先把原函數微分之後 得到彈性的函數就是協議函數 再把協議函數再做一次微分的時候 就是什麼 求你的極值的函數 所以如果你的二次微分 小為0 表示什麼 表示你是一個幾大值 因為他媽媽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如果二次微分是正值的話 就是表示什麼 慢慢從負負 然後開始變成正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好 那這個微分為0的這個技巧 是非常重要 在未來一定會用非常非常多 尤其你在解這個工程論的時候 絕對用到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這個意義 好 那我們回來我們的題目 那你現在說 我們現在知道我的功率 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要求的是 外部電阻 外部電阻在哪裡 在外部電阻對不對 我們要求外部電阻在多少時候 會讓我的P 我的功率 是出現什麼 幾大值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P那個函數 對 什麼呢 外部電阻的R值去做微分 是不是 求他的什麼 令他為0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知道他是極致的嘛 至於幾大值得給他再算 是不是 所以這一題的微分 就是把這個給微分 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你看 這個東西的微分 令他為0 就是找他的極致 那這個微分會做吧 這個微分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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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齁 真的會齁 好 所以這個微分是什麼東西 好 這個微分其實是你在圍這個東西 好 來 下面是R 加上R的 平方 對不對 上面是ipson 平方R 我們要去圍這個東西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分數的微分 怎麼做 下面平方 對不對 下面平方之後呢 然後呢 上圍下部圍嘛 上圍 上圍 R圍分之下E嘛 對不對 乘上 R加R的平方 對不對 隨便R加R的平方 平方平方 一種平方先踢出去 然後呢 再減掉什麼呢 下圍上部圍 下面的根是什麼 2 等R加R 對不對 上面部圍跟R造成 對不對 所以就成這樣 令他為0 那在整個式子裡頭呢 這裡頭一定是正值 所以就不用管他 一種也不用管他 所以我們要求的是 上面這個值 就是R加R平方 減加2RR 乘以R等於0 整樣會等於0 所以呢 我們得到的是 上面這邊 兩邊相等 R加R的平方 等於兩倍的 大R加小R乘上R 所以整理下面的 大R加小R乘2R 因為這邊就消掉了 各消掉一份 最後呢 告訴你說 當你R比R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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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那再來齁 再來這題就麻煩一點了 我們說這題的一樣 他提到的問題就是 我的電池 是有個類電阻的 那我來看一下齁 假設這邊有個電池 他電動式EMF管 電動式是20V 那他類電阻是1歐姆 那我們外面接了另外3個電阻 他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他要你求 第一個 我的這些電阻 他的電壓差是多少 第二個 流過這些電阻的電流值分別是多少 那再來呢 我們這個電阻呢 他所收到的功率 發生的功率是多少 然後呢 以及呢 我這個電阻 這個電源呢 他供應的整個電動式 整個功率是多少 好嗎 那看到這個題目呢 首先第一個要解的是什麼 他到底輸出多少電源 你有電源才做事情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你要算電源之前 你要先算他等效電阻 那第一個 這邊的等效電阻 來 四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這樣算起來是多少 十二分之一加十二分之三 對不對 十二分之四 那倒數這邊就是三歐姆 那跟這個串起來是三加六等於九 九再加這串連的一等於十歐姆 對不對 那所以那我們流出什麼 去的電流呢 這整個電阻呢 是十歐姆 那這十二十五 所以我整個流出去的總電流 我叫I1 叫I1 就是兩歐姆 這是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好 那所以呢 當你知道說 你流出去是兩歐姆的時候呢 那你內電阻是一歐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在內部消耗 先消耗掉多少 多少獨特的電壓 因為第一條電壓差嘛對不對 所以B等I1 I是兩歐姆 R是優姆 所以二十歐減掉消耗掉的 兩歐 二乘一是二吧 對不對 所以我的端電壓 A跟電端電壓的 是多少 就是吧 好 這是第一小題 來第二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你去算 流過 每一個這個電阻的這個電流程 好 我們來看喔 所以 今天我這個電流流過來是兩歐姆 所以 流過自己內電主的人 電壓差是兩歐 那 再來呢 我的這個兩歐姆 流過這個六歐姆這邊呢 他造成電壓差是12歐姆 然後再來呢 我這邊跟這邊的電壓差呢 是剩下來的什麼 剩下來的六歐姆 對不對 因為你流過去就要平衡嘛 對不對 你不用算就知道 對不對 所以這兩邊是六歐姆 那因此呢 我們才能算 沒有電壓的 沒有電阻 你當然可以算電流喔 所以呢 我的電流應該怎麼看呢 來 我的電流第一個 我流過這個R2的 先講我流過R2的 是多少 這個電阻是 這個電阻是4歐姆 兩邊電壓差是六歐姆 對不對 那I就等於六除以四 就等於二分之三 他就等於二分之三 那第二個呢 這邊十二歐姆 對不對 十二歐姆 然後兩邊是六歐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的六除以十二呢 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那兩個就等於二分之一 那兩個就等於二分之一 好 好 這有沒有問題 來 再來 我們來看第三個 好不好 第三個 我們想要知道 他所輸出的功率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來流出去的 我們這個電動式呢 應該是二十五 對不對 流出去呢 好 好